资卡病毒传染的威胁还没有解除 联邦药物管理局今天建议 全美所有的捐血者都应该先做资卡病毒的筛检 以确保捐赠的血液是安全可用的 也可以保障受血者的健康 先前联邦药物管理局的指导方针 只有针对资卡传染严重的地区 像是佛罗里达州以及波多黎各等地 要求捐血者进行资卡病毒筛检 但现在这项指南 希望适用于全美国 以防资卡病毒的传播继续扩大 截至8月17日为止 全美有超过2200人感染资卡病毒 而感染人数还在继续增加 另外联邦疾病控制预防中心今天宣布 出现第一个在没有任何症状之下 因为性行为而传染资卡病毒 给性伴侣的案例